我现在在景山前街 对面就是故宫的神武门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景山 景山公园 在这条墙的后面 这边有一个石碑 上面写着景山 门票我已经买好了 是两块钱 不贵 这边就是南门 检票口 现在呢我们就进去 好的我现在进来了 这里啊就是景山 位于北京的南北征楼县上 而且它处于中心点 曾经啊这里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点 他也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员 在景山上啊 罗列着五个亭子 简称五方亭 中间最高的是万春亭 由西至东分别是 富览亭 吉方亭 还有关庄亭 最后一个亭子是周赏亭 然后呢 中间的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启望楼 这座楼啊 这座楼啊 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五年 也就是1750年 它处于山羊面 依山而立 坐北朝南 黄色的琉璃瓦 歇山顶 面阔是五间 近身三间 上沿啊 是三彩斗狗 镜头拉近 我们可以看到满汉文蜀扁鹅 再看一下下沿啊 它采用的是五彩斗拱 钱袋狼 有钉头拱雀屉 玄子彩画 然后四周呢 还有这个汉白玉的栏杆 这里面啊 是有孔子的这个牌位 现在没有开放 然后呢 我们就沿着旁边的这条小路 上山看一看 这有一条小路 大概走十分钟啊 就可以到达山顶 其实景山在元代 啊 它就是一个小土丘 名叫青山 后来在明代修建故宫的时候啊 这里堆过煤 所以又成为煤山 因为当时修建故宫的时候呢 那个桶子河里的 那个泥啊 还有南海的泥啊 也都堆在这个山上了 后来啊 到了明朝 从政十七年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从政皇帝啊 就是在景山上自役了 现在看到的这个亭子 这座亭子啊 叫富兰亭 西侧的第一座亭 孔雀兰 玻璃 桶瓦顶 紫金色琉璃瓦简边 顶是圆的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从这边绕过去 今天的天气很热 估计有三十六度 看到的这个第二个亭子啊 就是吉方亭 是西侧的 第二座亭子 它呀属于这个翡翠绿琉璃瓦 然后黄琉璃铜瓦简边 这个亭子呀 它是棱八角的 棱八角形的 上沿是七彩斗拱 下沿是五彩斗拱 这里面啊 原来有一尊 柱头六金佛像 从吉方亭这边过来之后啊 就可以看到 最高的亭子 万春亭 它是北京郑州县上的最高点和最佳观景点 我们现在上去看看 到达山顶之前啊 还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石碑 金色的紫景山 好 接着走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山顶了 今天的游客好多呀 找一个好的位置 观看 然后镜头拉近 最远处啊 有远至近 分别是这个前门 天安门 然后端门五门 太河门太河殿 宝河殿 乾清门 乾清宫 昆宁宫 最后是故宫的神武门 然后这边是桶子河 现在呢 再去西面看一看 哦 这边还有起伏的 可以许愿 可惜啊 这万春亭上不去 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一下 然后呢 在西面啊 可以看到北海 石沙海 最远处啊 就是颐和园 清华北大的位置 那个方向 颐和园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中处线的北端 找一个好的位置 现在镜头拉近 最远的就是中古楼 这边是黄寿殿 再去东面看一看 从这儿啊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最高的楼 中国尊 那边是国贸碎碧地 其实来到景山公园啊 有两大看点 第一个看点就是站在这个 中州县的最高点上 可以眺望 此外呢 第二个看点就是 从真皇帝自艺的地方 就是自杀的地方 在 东面 啊 从这里下去 好的 我们现在就下去 下来之后呢 首先看到这个亭子 就是 关庙亭 它与刚才的亭子是对称的 东西对称的 现在呢 看到的 东侧的最后一个亭子 周赏亭 周赏亭 都是东西对称的 然后从真皇帝自艺的地方 就在这个亭子的下面 山脚下 现在呢 我已经从山上下来了 可以看到两块石碑 我切换一下全景 这里啊 就是从真皇帝自艺的地方 就是自杀的地方 啊 这是一棵槐树 当时呢 李自成起一军 勾入北京之后 从真皇帝见大势已去啊 于是就从这个故宫里的 刚才我们在山顶看到的 这个神武门出来 拿了一个绳子 就从这棵树上上吊 自艺 自杀了 这棵树啊 这棵槐树啊 是后来移植过来的 不是原来那棵 再看一下这个石碑 这个石碑的高度啊 是3.1米 是汉白玉打造的 杯身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是由清朝末年三位汉林学士 合成制作的 那边啊 就是 景山公园的东门 刚才呢 我们是从 后面 南门那边进来的 这次呢 我们要从这个东门出境 到东门看一看 这里就是景山公园东门 我就从这个门出去 看一下 四周 视野非常的开阔 这边就是出口 行 那么这个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结束了